各位好 今天這個appartment 它有問題就是 這個是抽風機 可以抽到外面去 所以我們這邊打個洞 抽到外面去 但是這個appartment 這個第五個跟第四個 這個抽出去以後 是在人家的appartment 這個地方 所以想辦法把這個往上走 然後吊在這裡 然後這個抽風機就可以往外走 就是今天要幫他們做 那這裡 這是很傳統的一個老的heater 就是冬天用的heater 這個heater它算是老式的 可是現在他們還在用 那現在就試試看 剛才已經 把這個拆掉 然後是已經可用了 那 那 它每一個heater 就是 用這個砸門控制 那砸門控制呢 現在 現在找出是這個 裝的弄不好 所以是這個 那這個是3跟4 這裡有號嘛 3跟4 那就是在這個3跟4呢 我就把它寫heater 在這裡 那這個12呢 這是1N2 34 12呢 在這12就寫oven 就是爐子 它這樣子比較安全 不用攪著用 那還有這個墊呢 它可以用分成 一格把它分成兩格 兩格 那這個現在還找不到哪邊在用 那 因為它是 是 是這個窗型冷氣啊 在用的 在用的 窗型冷氣 就在這邊裝一個窗型冷氣 他們不想用他們墨西哥人 就把 反正他們來這邊 算是很艱苦啊 就像我們以前山地人到平地來 他們是從南美從這邊過來 那 那這個 這個是 插電孔 可是還找不到電 兩條電已經沒有了 沒有電了 沒有電那可能是 它往上走 它這個墊 墊你可以看到 它是往上走 往上走 那可能就到 天花板去 下一次來就可能要在那邊找到 它為什麼哪邊斷墊 斷墊就是要先找到哪邊有墊 哪邊有墊 一直找到沒墊的地方 就是壞掉的地方 墊好像很簡單 他們一小時都150塊到200塊 好貴 現在還有上次解決的問題 就是這裡 這裡 這裡 這個本來它壞掉了 它接觸不好 所以久而久之它就燒壞了 那燒壞 我現在就要做成一個可以開關的 因為這個插座它沒有開關 它不要每次又拔出來插進去 就有一個開關 一個switch開關 然後這個線它就可以控制 這個線也要把它釘在牆壁上沿著牆壁走 沿著牆壁走 然後牆壁走 它就是控制這個電風扇 這個電風扇它的方向就是 它現在是風 外面的風在讓它轉 所以可以停住 外面的風進來 外面還是滿寬廣的 要整理 那這個的風就是洗澡的時候 可以把那個熱氣吹出去 它才比較不會長霉啊什麼 那窗戶內就是可以有陽光進來 上次這個也還沒有訂好 所以這次可能就拿幾個小釘子 那叫做finish內 就是把它釘來 像這個都太大了 這個釘子就太大了 臨時用的釘子也太大了 有沒有看到 這就是美國包租公要幫他們 那 但價錢也不錯啊 這個小小的地方 一個月收好像六百 再過幾個月還在漲價 所以 算是賺錢賺得不夠高雅 他們的豬 有孩子 有三個孩子 好吧 今天就到這裡 下次再幫你們 那個分享 還有店也介紹一下店 這個店 這個店呢 它這個 它這個 現在是off 就是沒有開關 然後就轉 就是在測福特 那你可以測一百二兩百四 然後 還有一個就是我們常用的是這個 這個寫個OM有一個BB的信號 好 就是這兩個呢 如果說它連在一起的時候 它就會BB 你看 有沒有 連在一起 它就開始BB了 不連在一起 它就不BB了 好 好 這兩個 我再做一次 看看你沒看到 嗯 現在一看 現在一看 接在 不連接 就那個 那這個可以找到斷線的地方 你如果說 該連在一起的地方 你兩頭一碰 它如果說 沒有BB的話 表示它哪邊有斷線 那這樣就可以找出 找出短路的地方 好 這樣 好不好 今天到這裡 所以 請各位 訂閱 還有意見 提供我 我可以 幫你們解答 雖然是我不是做得很分析 可是 畢竟二十五年來都做包住工 所以 我覺得還沒有找到一個 Handyman 就是 Handyman就是 反正Handyman 就是幫人家做一些雜事 修理 修理東西的 家庭的 我還沒有找到 比我 還廣度 還好的 就是什麼都會 呵呵 工錢太貴了 所以什麼都學 好吧 就這樣子吧 OK 請傳業 OK 拜拜